大家還記得在十年前突破六億票房的電影 媽媽咪亞嗎 這次他們推出了續集 續集的名字就叫做媽媽咪亞回來了 這次的主要演員 依舊是原班人馬的梅莉斯·翠普 還有克林·佛斯 以及皮爾斯·波羅斯男 但是加入了新生代演員 莉莉·詹姆斯還有天后雪兒 可以說是星光閃閃 電影是用時空交錯的手法 敘述Donna年輕時來到了這個希臘小島 遇到三位年輕的帥哥 以及她的女人蘇菲 為了她實現夢想 改建豪華大飯店的故事 除了豪華的卡斯之外 天團阿巴合唱團 快智人狗的歌曲也是少不了的 喜歡歌舞劇的朋友千萬不能錯過哦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媽媽 我以前都在那些年級的地方 聽到經典配樂 薄荷仔都忍不住要跟著跳了 奇怪 明明過了十年 大家怎麼都不會老 是吃了防腐劑嗎 觀眾還是愛看小仙了啦 瞧瞧這三位大叔 年輕的時候都超可口的 看完薄荷仔也想去希臘了 老人 我的兒子 我上次 ��며 有人說 我們應該要留待這集的 if she hasn't done that all her life We can't tell anybody about the baby yet 我只是說 Bill 然後我給 Harry 这个地方是超级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这里 一起来 如果她没有做过这一切 我们不能再告诉别人的孩子 我只是告诉 Bill 我告诉 Harry 我告诉很多人 很多人